大家好,欢迎今天的五大新闻亮点摘字 美国生活365,2024年7月30日 美国间谍机构称,伊朗正在努力在总统大选中削弱川普 以色列军队在调查虐待巴勒斯坦囚犯的过程中拘留预备议员员 委内瑞拉人抗议政府声称选举胜利 巴黎奥运因赛纳和污染炎后铁人三项赛 联邦调查局称,川普枪手一年多前就开始购买枪支和炸弹材料 美国间谍机构称,伊朗正在努力在总统大选中削弱川普 伊朗的影响行动,美国情报官员报告称 伊朗正在进行秘密线上行动,以损害唐纳德 川普的总统竞选活动,旨在避免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加剧 焦点转移,这标志着与先前评估的转变 先前的评估表明伊朗在选举中主要充当混乱代理人 伊朗否认,伊朗否认参与影响美国大选 称这些指控是心理操作 以色列军队在调查虐待巴勒斯坦囚犯的过程中拘留预备役人员 以色列军事突袭,以色列军队突袭了以色列南部的一所监狱 拘留了9名被指控虐待巴勒斯坦囚犯的预备役军人 抗议和冲突,突袭导致拘留设施和其他军事场所发生抗议和冲突 右翼抗议者冲破大门并与士兵发生冲突 调查详情,被拘留的预备役军人正在因严重虐待行为接受调查 其中包括基监指控,但他们否认了这一点 军事回应,以色列军事参谋长谴责了对军事基地的侵犯 称这些行为严重且近乎无政府状态 委内瑞拉人抗议政府声称选举胜利 反对马杜罗的抗议,数千名委内瑞拉人游行抗议尼古拉斯马杜罗声称选举胜利 反对派的证据,包括埃德蒙多、钢萨雷斯和玛利亚、科里纳、马查多在内的反对派领导人声称拥有选举舞弊的证据 显示钢萨雷斯获得的选票比报道得多得多 外国审查,反对派的证据正在与外国政府分享以公合时 公众反映,加拉加斯居民欢呼并敲击锅子以支持反对派的主张 巴黎奥运因赛纳河污染延后铁人三项赛 铁人三项赛延后,由于赛纳河中的细菌达到危险水平 巴黎奥运男子个人铁人三项赛被推迟 原因,大雨对巴黎的污水系统造成压力,导致沸水进入赛纳河2 重新安排,比赛限定于7月31日星期三,在女子比赛之后举行 影响,这次延期影响了巴黎奥运的标志性时刻之一 联邦调查局称,川普枪手一年多前就开始购买枪支和炸弹材料 枪支购买,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Thomas Matthew Crooks 在过去一年里购买了25次与枪支相关的商品 并6次购买了炸弹制造材料 策划,骗子已经策划这次袭击一年多了 使用化名进行购买并研究各种暴力事件和目标 家人的意识,他的父母不知道他的意图 认为他对科学和实验的兴趣是无害的 调查,联邦调查局已约谈了450多人 并继续调查克鲁克斯如何实施这次攻击 造成议员死亡,多人受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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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阶 意外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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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asure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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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ne elemen